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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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刚刚赛前其实也稍微说了一下 沈在准备这一场决赛之前 刷了两张地图的国服 是我们的机甲的哈雷特 其中一张就有这一张花落下海 那今天小玉的压力我觉得肯定是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再参照一下 之前有跑出来继续挑战赛这一张图的成绩 基本是在一个1分15秒小 差不多 对 大家的成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吧 但我们现阶段的联赛纪录 还是阿诺的天行者 对于这张图的精通程度来说 我相信他如果排第二的话 没有人排第一 是 特别是在天行者这一辆赛车上 孩子哥觉得今天 他们两个人 沈跟小玉跑这张图 跑得多少能赢呢 跑多少能赢 对 稍微预测一下 我能感觉实无小吗 起码 起码实无小 那就是有可能跑进十四 因为我感觉沈的技术真的非常强 非常强 对 来吧 打头阵的两名选手沈以及小玉 双方都是开到了哈利特 对啊 都带到了火域龙星 这张图 比较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几个弹射点 弹射点如果说能弹好的话 其他一些路段就只需要把路线装好 是的 其实开 就够的话压力不会很大 对 然后就是在中段对于你弹射的一个熟练程度 嗯 而且我们是有两次机会的 所以说来吧看第一次机会他们两个人的状态如何 看起步 直接开翼 哦 应该急剧 对 哎 小玉哦 差点了 差点了 他这个气卡得很极限啊 对 但是换来的是刚才的路线不太好 现在是少人 那沈稍微领先一点车位 对 这个车位领先了0.3 其实对于现阶段的比赛来说 小玉要稳住自己的弹射节奏啊 虽然这段路都是以一个进阶为主 这一个难点先看一下 在弹射 哎 哎 沈拖了 沈拖飘 小玉直接反超 反超了0.3 那马上就还有一个弹射点是一个难点 哎 但是沈好像已经追上来了 还是0.3 小玉直接不弹的 沈弹过来之后拉近了0.1 小玉应该是拉了一个拖接吗 对 他那点拖接应该慢不了太多了 对 没慢多少 但是这个弯过来之后 沈其实已经快要追上小玉了 是的 一个进阶过后 其实沈应该是抽飘了 嗯 又是一个0.3 这个距离的话小玉后面一个弹射没有失误 那后面的话不会有问题了 直接断空飘 再来一个顺测 这一局领先很多啊 1分15秒18 1分15秒18 你觉得这个成绩够不够 你说嘛 我起码说15小 起码15小 有个小信息 当时蛋哥在季节挑战赛当中也是跑出了这么一个类似的成绩 是的 但是这张图在小玉打职业到现在啊 上一次的记录应该还是分为胜位 1分20 嗯 对吧 那个肯定是没有太多参考的作用 对 那今天就这么看下来 呃 孩子哥 就不说前面你那些预测了 就是你看完他们跑完这一把之后 嗯 你觉得他们还能跑多少 就第二把跑多少 我感觉 有机会14吧 我先说我的吧 14有点 我觉得14肯定有 有点难 难吗 你看 我看小玉其实没什么失误 他起步 因为一个卡器的问题路线歪了 所以说起步就落后了沈0变赛 嗯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两边各有失误 就这么跑来跑去 然后1分15.1 嗯 那如果说小玉完全不失误 或者说沈完全不失误 嗯 有机会的 我觉得是真有机会 这两位选手的极限性 我们都永不共睹 而且他们在平时发一些计时 甚至说在直播时候跑出来的一些成绩 都非常快 嗯 只是说可能 在比赛场上面只有两次机会 已经使用掉一次的情况下 1分15秒18 现在是场上最快的成绩 我觉得毕竟啊 这是咱们总决赛的现场 是的 1分15.1 不够 不够吗 还得来 而且刚刚第一把看下来 省更多的是坦射15 对 中段 中段 后段也有 中后段都有 而且小玉已经跑了一个比较快的成绩 后面还可以再追求一些极限 对 卷军就奔着极限来跑 对 所以小玉这第二把要么跑很快 要么就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所以就只看一把成绩了 对 对 对于省来说啊 只要不脱飘 其实他14就有 来吧 来看一下这局的起步 省稍微快一点 但是一个卡期之后 两个人的卡期节点不太一样 目前来说两个人的身脑内 很小于这球稳 0.3 0.4 这跑法不一样啊 有点奇怪啊 他前面跑了这么快 为什么要求稳呢 那这一把感觉得看省 对 省得真 第二把 这个过完的速度 是真快 看这弹色还拖吗 不拖了 不拖了 而且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节奏 真的得看省啊 是的 就看省这局到底能不能够跑到 1.8 感觉有点快啊 是啊 刚才那个进阶拉过来 过完速第180 嗯 我感觉 他是得冲着这个14去的呀 他想冲着14啊 撞过来 诶 少了一个喷 这里会慢不少 但得再卡一下去 再开个关键弹射 直接出来了 球稳了一些 稍微球稳 因为路线不太好 最后一个弹射 14 好像还有呢 再到段红飘 再接个快速 快速 最后的成绩是 1分14秒37 恭喜沈 哇 就是这样 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个1分15秒18 或许够用 但是就像冰城所说 来到总决赛的舞台 1分15秒18 是绝对不够的 这个新人 为济石而生的那个男人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他是真的前途不可限量 他的济石 我觉得在所有职业选手当中 场上最为稳定的一个 现在来说这句话我觉得 绝对不为过 而且 他是一名新人选手 他是一名新人 在我们熟悉的 最近的两次决赛的 继续挑战赛环节 他都完美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跑出来的成绩都让对手感觉 没有赢面啊 是啊 根本是感觉绝望 绝望 1分14秒37 那这样的话 沈再一次在决赛舞台当中 为他们团队狼队 拿到了首图的选图拳 按照狼队的打法 那首图我觉得 应该不用我们说 对吧 观众朋友们知道狼队会 选什么首 好 好